大家好我是善龟 今天煲湯 红萝卜蜜棗 浸好和去浪的陈皮 会浸好腰果 淮山和花豆 腰果有丰富蛋白质 淮山又健肥补肺 花豆有豆中之黄的美玉 营养很丰富的花斗 还有黄耳 今次我买的黄耳不太漂亮 腿很多木碎 所以我剪走了很大部分的脚 黄耳胶质丰富 喉头菇和鸡铜蓉 因为喉头菇有点洼味 所以我就分开它们来浸 喉头菇浸三几个次 我又拿干水再换水再浸过 就可以去味道了 加上喉头菇 最后这个基松茸 我会浸泡基松茸的水 用来煲汤的不要浪费 浸之前我已经冲洗过了 基松茸可以增强免疫力 加上浸菇的水 不过不要倒到尾 最后可能有些残缘物 有菇类的汤是很容易滚舌的 唯一方法就是小心看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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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